大家好 欢迎收到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阿嘉嘉 在今期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要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不妨可以在我们的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博 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去互动 好了 马上再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于一些懒人来说 洗衣服可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像我这些人 会把衣服集成一堆一次性才拿去洗衣机洗 这样就既方便又省时间又省电了 想起来 这个洗衣机的发明人真的挺聪明的 但最近就有家方朋友说 用洗衣机来洗衣服会越洗越验 甚至会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皮肤病 有没有那么夸张 有没有那么恐怖呢 那到底这个传言是真还是假的呢 看上去这么干净的洗衣机 它的邋遢又是在哪里来的呢 那么今期节目时间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调查清楚 其实有个说法说 那个洗衣机洗衣服会越洗越脏 你觉得这个传闻是真还是假的呀 假的吧 为什么呀 天天洗衣服怎么会是越洗越脏呢 不会吧 假的吧 怎么可能真的呀 我觉得看个人使用习惯吧 这个应该不会吧 我是认为是真的 那我们洗衣服洗了这么多年 难道越穿越窄吗 你有放洗衣液 有放这个什么消毒液 那没问题呀 你那个我们大量的东西 你那股跟外套要不能开始吗 可能是洗衣机要注意一个定期清洁吧 这个是最最关键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大部分街坊都认为 洗衣机洗衣越洗越骯的传闻是假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爆料人华姐就说 她最近皮肤发痒 人家就说最灰祸手 就是她家的洗衣机 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调查 喂 华姐你好 嗨 我是生活调查团的嘉嘉 华姐 你最近说皮肤老是觉得痒是怎么回事呢 对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干燥呢 还是怎么 那有些人又说 是不是你们家洗衣机有问题呀 我就也搞不清楚 所以你们看看 洗衣机会有问题 要不然华姐 你们家洗衣机放在哪里 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放在那边 可以可以 这是你们家的洗衣机是吗 对对对 对呀 这样子看着挺干净的呀 华姐说她家的洗衣机用了十年多了 但外表看上去依然很干净 那华姐皮肤痒痒和这个洗衣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做一个实验 要不然华姐 这样子吧 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吧 你能不能借我一件你平常穿开的衣服呢 然后再给我拿一把剪刀 好 好 谢谢 为了验证洗衣机洗衣服越洗越污脏的全环 究竟是真的假的 我们的调查员向华姐用了一件废气的衣服做实验 将同一件衣服剪成两部分 拿其中的一半去到洗衣机那里洗 另外一半就不洗 经过三十分钟的等待 这衣服洗好了 现在衣服洗好了要怎么办呢 那是这样的 就平常我们洗完这些衣服 它湿答答的不可能直接穿 对对 我们会拿去晒干了之后再穿 但是呢因为这个天气呢 也有时候会有太阳 有时候会阴天 所以两种情况晒出来的衣服呢 也会不一样 就比如说有太阳的时候 太阳是有杀菌功能的 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衣服的菌呢 就会被杀灭了一点 那但是如果在阴天的时候呢 这个就没有太阳了 就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杀菌效果 它可能对里面所含的细菌量又会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为了这一次实验的一个严谨性呢 就得要把这件洗干净的衣服剪成两半 然后有一半呢就拿去在太阳底下晒 然后另外一半呢就拿去比较阴凉的地方 让它自然风干 然后再把这两个样品拿去进行检测 好那接下来就麻烦花姐再拿那个剪刀吧 我们剪成两半 经过十二个小时的等待 我们浪在太阳下和浪在阴凉处的两件衣服都已经干了 调查完将这两件衣服和没有洗的衣服分别打包好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细菌含量检测 最终结果是怎样呢 经过四十八个小时的等待 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结果显示 没有洗过的衣服当中 每五十平方尼米含有100个细菌菌浪 阳光下晒过的衣服 每五十平方尼米有30个细菌菌浪 看来阳光仍然有一定的细菌作用 但令人震惊不已的是 在阴凉处浪光的三个细菌菌浪居然达到9700个 是没有洗过的衣服的97倍 为什么洗过的衣服的细菌含量 比没有洗过的衣服的含量还要高呢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日常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 那洗衣机的日常洗的衣服 都是含有很多一些毛线 污垢 污物和杂质的 那这些杂质和污物和毛线 置身在洗衣机内壁和底盘上 那么他们就容易置身很多的 一个大肠杆菌和青黄色的葡萄球菌 这些杆菌这些球菌 在洗衣服的过程中 就会随着涡轮的一个旋转 重新从那些风险中沾浮到衣服上 原来是这样 不过真的想不到洗衣机每天都洗衣 进进出出这么多水 居然还会残留这么多的杂物 置身这么多细菌 那对于这个事实 有多少街坊是知道的呢 有了多少人会定期帮自己家的洗衣机 那你们家的洗衣机会定期清洗吗 没有啊 洗衣服的时候不是一块洗的吗 会的会的 一般多久 一两个月 会 一般多久 一般一个多月下午一次 可能两个星期 我是一个月一次 基本没有 那一般是自己洗的还是请别人洗的 请别人洗的 都自己洗 肯定自己洗啊 那你自己找到洗的 最里面的清洁桶 然后外面的话 排水口什么的 都会换之类的 这自己能做到的做 但是你说里面 机器内部的 估计不会动它 所以我要现在 去买一下洗衣服 里面应该都没有一般的不使用 我会定期去耍 我把那个一些 像里面一些东西扣出来 定期会清洁 可能还要买一些 那个像一些 类似于洗衣本的 清洁机器的东西来 当你洗衣服的时候 你也会 里面的东西也会洗一洗 就真是时代人家没用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只有少数街坊知道要清洗洗衣机 大部分人都觉得 无必要清洗 那洗衣机会引发皮肤病的传闻 究竟是真是假呢 调查确定上网查一下 然而不查不知道 一查客一跳 整天都有皮肤病 可能是洗衣机太骯髒了 等等的新闻标题和图片 真的令人中目惊心 还有判断烟台市整中心的数据显示 一年以上的洗衣机 总大肠肝菌减出率是百分之一般 煤菌减出率是百分之六十点二 煮水三十分钟之后 煤菌最高达到每升四十五百六六肝 全自动洗衣机煤菌 属于双肝的二点六倍 滚筒洗衣机是波轮式的两倍 哇 看完刚才网上这些讯息之后 我真的整身都不聚财 一想到我身上穿着的这些衣服 平时都是用洗衣机洗的 我真的毛管都冻了 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的呢 那网上也有人说 这个洗衣机用的时间越长 细菌就会越多 那究竟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调查清楚 在调查人的努力之下 我们先后找到四户的街坊治愿者 提供了四台的洗衣机 一号是华正家生了十年的洗衣机 二号是街坊中姐生了七年的滚筒洗衣机 三号是街坊兰姐生了半年的滚筒洗衣机 四号是黄鸭家生了五年 但是定期清洁的波轮洗衣机 选好洗衣机了 开始实验 现在我身边的这一部洗衣机 也是刚才华姐的那一部洗衣机 按照华姐所说 她这部洗衣机已经是用了十几年了 而且期间是一次都没有进行过清洗的 那一会我们就会用这一部洗衣机 正常这样去洗衣 那我们一个操作过程 也是跟我们平时洗衣是一样的 那首先就会倒少少的洗衣液进去 然后再浸泡一个小时 再取当中的一些水样出来 然后去进行检测的 那我们现在就立刻来进行试验了 调查员分辨按照同样的操作方式 对四台洗衣机里面的水进行取样 然后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行细管含量检测 那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呢 经过四十八个小时的等待 检测结果出来 生了十年的一号洗衣机 每毫升含有四十个细菌菌浪 生了七年的二号洗衣机 每毫升却含有八十个细菌菌浪 生了半年的三号洗衣机 却含有一百个细菌菌浪 定期清洗的四号洗衣机 细菌菌浪含量只有十个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细菌含量和洗衣机的使用时间长短 并没有成正比 但好像这么小的水里面 就有这么多细菌 那一大桶会含有多少细菌呢 那这些细菌又收到哪里呢 我们应该怎么清洁呢 调查完决定请高人出来指点 哈喽哈喽 我们又来了 不过这次还带着我们专业的师傅过来 你好 华姐 我是广州贼金一百了 专门做那个家电清洗这一块了 见到周师傅 华姐就好像见到救星一样 马上将周师傅带他去看看 他家里的洗衣机 究竟骷髒在哪里 在场的人都看不明白 外表看上去这么干净的洗衣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细菌呢 你在用了十几年的话呢 那个自己有没有做过日常保洁啊 日常的就是这样平常的洗洗擦擦肯定有 就是说请像你们这样专业人士来猜猜洗洗 这样我们就没有整过 其实来说呢 我们看过去它是很干净像这样的移行 其实它的主要的那个污垢啊 和那个那些毛线啊 其实都是藏在它洗衣机的那个筒外 筒臂啊 筒臂 内筒的外壁和那个底盘底部 所以呢我们每次使用出来洗衣机的那个衣服啊 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的那种毛线 对 对 老师会有 它这些这些其实来说它这些毛线啊 这些那个木垢啊 它会置身很多的细菌 像一些大肠感性啊 或者一些葡萄蟲菌啊 这些都是容易引起皮肤骚扰的一些那个细菌病毒 专家的话令到我们很震惊 那这些的污垢是不是就是我们检测出的细菌的源头呢 这些细菌为什么会繁殖这么多监 对我们的人体又有什么危害呢 对 因为洗衣机是经常在水里面浸泡啊 而且它是比较潮湿嘛 潮湿的情况下呢是一个给一个真菌啊 就刚才你说的梅菌 给一个滋生很优越的一个条件 这样以后呢 你要经常不清洗洗衣机呢 洗洗了梅菌很多的梅菌 这不过你衣服干净还是不干净 反而洗了以后啊 你要洗不干净啊 这样会交叉感染 这样你衣服呢 要穿在人的身上了也会很容易引起一些皮肤性疾病 然后 假如说就是T恤 我们所谓的挥指甲 头血 脚气等等这些疾病 小发子跟一些内衣啊 包括老人和小孩的衣服 都喜欢同在一个洗衣机里面洗 或者在一起洗 这样就是更糟糕 因为老人和小孩 因为它抗这个真菌的免疫疗 相对是比正常弱的 这种群体呢 就是我们叫做医改人群 很容易改人的 洗肌含有细菌 最受伤的就是老人和小朋友 那洗肌和皮肤和苦科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没错 比如男性呢 我们就常见的 有股血 包括真菌性的那些眼 精狼性的那些眼 也会有发达的感染 所以复合病这个问题 是因为这个真菌感染 还是可能性挺大的吗 非常大 而且这个在复合疾病里面 真菌感染的也会 最起码在50%到60%的在病 想不到洗衣机不干净 对人体健康的伤害 真的不是一般那么小的 所以说平时我们洗衣服的时候 最好将小朋友和老人的衣服隔开 内衣最好是手洗 平时我们应该怎样清洁洗衣机呢 生活当中 哪些我们经常犯的洗衣误区 最值得注意 洗滴剂和消毒剂混合使用 会令人中毒吗 传言片讲 查处先讲 下一次回来 我再告诉你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讲到洗衣机的清洁问题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清洁洗衣机呢 所以使用些怎样的洗滴产品呢 我们正要清洗的时候 我们要用最重要的设备和工具呢 就是清洗它底盘 底盘里的一些污垢 和它外壁的一些污垢 和那个尘埃和那些杂物 那接下来就麻烦我们的师傅 洗一洗这一股洗衣机吧 好 周师傅首先对华正屋镜的这一台 用了十年没有清洁过的洗衣机进行拆洗 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这个外表干净的洗衣机内部 究竟藏有多少的污垢啊 这些地方都是很多 支撑很多细菌 是真正的支撑很多细菌的 看着自己屋的洗衣机被拆开 里面有这么多污垢 或者想想都起鸡皮 朋友说他的皮肤发氧和洗衣机 真的有关联 但周师傅办了 最终目惊心的画面还在后面 经过清洗桶壁之后 我们看到桶里面的水 几乎是黑妈妈一片 好像墨汁一样 看上去好像一桶细菌汤 想想如果每天洗完衣服之后 上面都覆盖有这样一层东西 是多么惊人害怕呢 紧接着就似乎又对华正的洗衣机 进行专业的消毒处理 那说回来 有人就说滚筒洗衣机比波伦洗衣机 还要骯髒 那滚筒洗衣机又怎样清洗呢 就似乎又对中正屋的滚筒洗衣机进行清洗呢 来 周师傅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钟姐家里的这一个洗衣机 你看外表看上去还是很干净 你看很亮淌还反光的呢 所以这个洗衣机的外表看过去 确实很干净 也是因为我们日常擦洗一下 但是呢 其实它真正脏的呢 就不是在那个外表 而是在那个桶的一个内壁 和那个这个秘密圈的一个圈槽里面 所以按照刚刚周师傅这样推断 难道真的滚筒洗衣机要 比涡筒洗衣机还要脏两倍吗 其实我这实际用了七年 今年第七个年头啦 我保养的也还算可以 外观啦那些 但是呢 因为里面呢 我们经常会擦一下 还擦得挺干净的 我就不知道你所说的 说里面很脏 我真的没洗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洗衣机呢 看过去表面确实非常的干净 但是它真正脏的地方呢 是我们右眼比较难看到 第一个呢 是它这个桶的一个外壁 内桶的外壁 第二个呢 就是它现在这个密封圈 密封槽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些地方都是很脏的 是吧 第三个呢 在这些地方 第三个就是这些 这个放洗衣机 洗衣机那个洗衣粉的 洗液的那个水槽 看来那个清洁这边都是 自己日常有过清洁 对 如果没清洁过的话 我们看过去是非常残满 那现在我们来干脆把它洗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那大家就很清湿了 好吧 由于拍摄时间限定 酒师傅先用洗滴剂浸泡 十几分钟就发现 中正屋企的这一台 生了七年的洗衣机 居然也都排出不少的杂质呼吸 如果浸回一天 画面真的好对人害怕 那话说回来 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清洗 和呵护洗衣机呢 那叔叔我们平常怎么清洁啊 平常的话我们可以到超市呢 去买一些专用的清洁剂 也可以呢就是有到指定的那些 那些专卖店呢去买 去买这个清洁剂 那我们买了清洁剂呢 这个洗衣机的一个 作用清洁剂 那自己呢可以日常生活中呢 根据它在上面都有一个说明 说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直接的那个 像把药剂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把水温呢调到那个高水温 调到高水温呢让它浸泡 滚动滚动滚动的几个回合之后 让它浸泡那个大概半天左右 半天 然后的话你再把它那个 滚动一下再排水就可以了 那叔叔我想问你 那我们这个滚动洗衣机 要多几个清洁一次呢 像我们正常清洁呢 一般来说 日常清洁大概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呢 就浸泡用药剂来浸泡一下 如果叫做深度的一个内部清洁呢 就大概三个月或者一个季度呢 就我们这个作业的一个清洗 那个洗衣机的作业的师傅来 来深度清洁一下 那专家都和我们说了 三月洗月垃炭呢 除了不定期的清洗洗衣机之外呢 还有其他很多原因造成的哦 如果说不恰当地洗洗衣机的话呢 不单止会令到我们的衣服有损坏 又会损坏洗衣机 甚至乎对于我们的人体 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的哦 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展开调查 好了 我们再来归结一下 大家洗衣时存在的吴区 吴区一 洗衣不分类 衣的颜色不分类 财质不分类 类型不分类 那这些洗衣吴区会有什么不好呢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分类的 如果不分类的话呢 像那些普通的衣服和内衣裤 混在一块了 那么它里面像内衣裤也好 袜子也好 它本来就含有一些分泌物 或者一些皮肤的皮肤屑啊 那些呢就会比较多 细菌含量会比较多 那么就容易产生一个 交叉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感染 吴区义水温设置不对 以为水温越高越好 也不是就是说水温越高 那么清洗的效果越好 就是根据它的一些材质呢 它水温不一样 像我们的内衣啊 床单啊 那这些呢应该在60度以上呢 那清洗的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像一些羊毛啊 或四次用品啊 四次物品啊 那么这些呢就应该呢 用冷水清洗 吴区义 围着限时限电 洗衣机拾台门 可能很多人家哦 为了省电呢 直接塞很多的衣服进去 但是呢 塞很多衣服进去呢 并不是说就那个 会很好 因为来说11G的硬转呢 它是有一定负荷的 你衣服太多了 那它清洗的时候呢 它的重量太大了 容易造成一个11G的一个硬转 负荷增大那个硬转困难 对于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呢 也会缩短 所以呢 我们应该呢 根据它的一个承载量的去 那个洗 分开洗我们的衣服 一般来说它那个衣服呢 我们建议呢就是说 放的衣服呢 不要超过内桶的三分之二的一个量 就可以了 吴区4转速和水混合设置 其实这样是会损坏洗衣机的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吴区 也是最多人犯的 那个就是洗滴剂 和消毒剂混合使用 混合使用的话就会降低它的那个 首先又降低了这个洗衣粉的那个 洗滴能力 还降低了这个消毒液的消毒能力 所以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洗 然后 还会产生这个 更毒的东西 比如说滤气 会产生滤气出来 这个人吸到这个 大量的这个滤气之后 会这个窒息 会死亡 它对 相对内脏 有这个很强的这个 这个腐蚀作用 三年膜 三气管 三胃 三个肠道 影响这个 身体的所有的器官 引起这个生功能的塞击 洗滴剂和消毒剂混合洗浴 不单是没有大到效果 轻质抵消两只的效果 重质甚至会导致陆气中斗 那我们应该怎么使用洗滴剂和消毒剂呢 先用洗滴剂 洗滴 洗滴完之后 再用消毒剂 按照那个说明书上面的要求 另外 专家更温馨提示 第一 除了定期清洁洗衣机之外 还要清洁排水管 第二 内衣最好就用手洗 水温30-40度 第三 洗衣粉要买不含轮成分金 第四 洗衣液比洗衣粉更加环保 清洁效果也更好 第五 D3洗完之后要尽快浪 超过一个小时要重新洗 洗衣机要封干之后再盖上洗衣门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节目内容 第一 洗衣机要定期清洗 每个一个星期要用专用的洗滴剂清洗 一个季度已请专业人士清洗一次 第二 洗滴剂和消毒剂不可以混合使用 第三 不同的衣物最好就分开清洗 好了 时间来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也都进入到尾声 在今期节目当中 我们也教了大家 如何去正确清洗我们的洗衣机 还有大家以后也要记得定时去清洗我们的洗衣机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都差不多了 下一个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还有如果你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疑难问题 都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还有在我们的一些官方微信和微博的平台 和我们互动 下一个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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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